今天是德泉老師的料理時間 剛剛我們示範了第一道 這個魚 對 整隻的 整條的魚 這一道 對 整條的魚 這一次我們要拿他的蛋來做菜了 是嗎 你還可以連在一起 你講的 所以我們第二道要教大家做的是 明太子後蛋燒 明太子就是小的魚卵 就是料理的小魚卵 明太子後蛋燒 但這個後蛋要燒的好吃 燒得漂亮真的不簡單 好 那我們今天要燒的好吃的關鍵是什麼呢 這道叫煎 它雖然叫後蛋燒 用煎的方法 煎得漂亮 然後重點是 一般我們煎好之後 都會急著要切它 不要 成品一定要把它放涼了 或把它冰涼了 冰透了之後 硬一點再來切才不會散開 不然你切開來很容易就散掉了 成品要冰涼再切才不會散 對 要 你聽起來覺得很煩 是不是 也不是啦 冰涼了再切 因為為什麼 蛋啊 或是這種雞啊 這種白切雞啊 或是這種蛋啊這種東西 我跟你講你一定要冰涼之後再切 它才不會散 可是人家有時候我想吃熱的玉子燒 就熱熱的啊 那我不賣你可以吧 可是那為什麼有餐廳出來是熱的 溫溫的啦不會到熱啦 你一定要放涼啦 你不能夠 其實我跟你講啦不會是熱的啦 為什麼 其實都是涼啦 因為沒有人是現煎給你的啦 沒有啦 真的喔 有溫溫的啊 明太子怎麼會有吃燙燒的 但那個蛋 可能是如果只有光是那個後蛋燒是有可能是熱的 溫 溫 對 冰過之後再切的話會比較 因為那個明太子很軟 切的比較不會散掉 好 先把這個關鍵記住了 來看準備哪些食材 好 這邊我們有準備了清酒 少許的鹽 柴魚汁 我們的明太子 魏林 還有我們的蛋 這就是明太子 我們之前有教各位把它刮起來過 City上禮拜才有 對 刮好了之後來 接下來我們要把蛋打勻 然後 酒啦 柴魚汁啊 魏林啊 看起來好簡單耶老師 是蠻簡單的 這個東西真的不難 這東西 以前覺得很難 現在 大家現在這個明治大開了 明治大開 沒有啦 節目那麼多 那麼多師傅在做了 我要告訴大家兩樣東西 他剛剛介紹完食材 但有兩樣器具 是必須要具備的 對 一個是這個 一個是 一個是 竹簾 這兩個大對抗 竹簾 竹簾 捲捲竹簾 竹簾 這個捲這個壽絲 那種 蛋捲的時候 這個的話 一定要有 這個是我們的 後蛋燒的鍋子 對 這後蛋燒的鍋子 大小 這個在我們網站上也有競標 有啊 今天也有 今天也有 我跟大家提醒一下 所以長相可能會有點不一樣 但是功能都是一樣的 我們今天上面的這個是 後蛋燒的今天有 這個外面上面有這個鍋子 那這個鍋子的話是 大理石不沾玉紫燒 味道 這味道是一個牌子吧 13乘以18公分的 適用於電磁爐瓦斯爐都可以的 你要做蛋捲啦 蛋絲啦 都可以 那這個 它這個鍋內是不沾的塗料 然後大理石的一個 不沾塗料的處理 裡面還有這個奈米銀啊 奈米銀的一個技術和科技 所以抗菌耐酸抗污 而且還可以抑菌耐高溫 瓦斯爐電磁爐都可以用 好 690塊 耐磨10萬次 好 這邊這鍋子 有點耐心啊 不要急 是 來自於韓國 我全部都告訴大家了 所有的資料內容 你可以去外面 等我們節目結束 連料理成功的撇步做完的10分鐘 你就轉去那邊看 轉去那邊看 那就可以看到我們今天介紹這三樣子 好 我們準備一個廚房紙巾 然後把這個油這樣沾著這樣子弄 把它弄乾淨 好 蛋就把它打勻 因為像這個的話會 它會沾的 如果是不沾的話 你就不用那麼多的油 那我剛剛介紹的另外一排 雖然同樣工程蛋 你這個比較古老對不對 對 人家現在這個不沾的耶 那就好用多了 它上面就寫說大理石不沾玉子燒 那就好用多了 所以它不用抹油嗎 對油 油不用那麼多 而且不用熱的 不用那麼熱 我們這個比較傳統 不用熱鍋 現在新的像我說 我們現在在外壁上面的那個玉子燒的那個鍋子 它裡面都有這個不沾塗料的處理了 好 所以不用弄那麼多 來 蛋下來之後 火不要太大 稍微把蛋 然後有氣泡的地方弄個叉子 或者是這個 筷子把它打破 戳破 這個以前 這樣不是才薄薄一層 對啊 火記得不要太大 然後把我們的魚卵 就來把它 在這個地方把它鋪上來 把它鋪上來 魚卵也是珍貴食材 對 好 鋪這麼多 還好啦 這樣不會很多 然後把這個蛋呢 就把它 捲起來 對把它 包起來 蓋起來 我這邊鍋子可能要 因為要翻要翻 你們可能 不容易看到 但是沒關係 我盡量做一個看 這個翻的時候 輕輕的然後鍋子這樣 往這邊這樣翻過來 這樣子翻 輕輕的 這個厲害喔 要功夫耶 這個不需要什麼功夫 要啦 不然一般人哪裡翻得這麼漂亮 來 像這樣翻過來 翻好了之後 往前推 推到邊邊 推到邊邊 這邊 用得很漂亮耶 擠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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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再倒下來 再重複一次 再重複剛才的步驟 那麼這邊要特別注意的是 這底部是不是就沒有蛋了 所以你呢 這邊底部 這樣戳開來 讓蛋跑到形下去 這邊 把火關小 爭取一點時間 可以慢慢來 火如果太大的話 你就要很忙很忙很急很急 初學者火不要太大 廚師很忙 媽媽很忙 來 稍微把這個蛋 就把它攤平攤平攤平 你這樣中火慢慢弄不疾不虛的 還滿從容的對不對 對 不要開太大火 沒辦法炒味道 很從容 有點慷慨 慷慨就義 來 從容復始 抗慨就義 來稍微把它 捲起來 這樣 捲喔 好 捲起來 而且像老師我剛剛就要問你說 沒有辦法剛好捲到像被子把它捲好 沒關係 你不用管它 你不要管 你第一次就捲得剛剛好收起被蛋 那這個有多了一點沒關係 一定會的 沒關係 一樣 再往前推 推到這邊來 再來蛋 你看 那那個不用再把它整個收掉嗎 沒關係 因為它折在裡面的 所以無所謂 是喔 一點都無所謂 好 把它攤平 那它是不是成為它的一部分了 是不是 然後再把它吐起來 讓那個蛋液 再鋪到它那個鍋底下 剛好再一層這樣子 好 把它均勻的這樣子散 把它攤開 初學者 火真的不要開太大 小火慢慢來 如果你有那個鍋子 如果你有我們那個鍋子 不沾的話 那更好了 去標一下啦 對不對 去標一下啦 我們的市價的話是多少錢 不沾鍋還可以 耐磨10萬次 對啊 690塊錢而已耶 來 原價才690塊 你不要等到 對 你在翻的時候 不要等到蛋全部凝固再翻喔 蛋都還沒凝固 你就要翻了喔 不要等到蛋全部固定住了 都熟 全熟的話就不好了喔 全熟不好翻嗎 還是它就不 不是 不容易沾黏 不容易黏起來 就沒那麼漂亮了 沒關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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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掉 不行 好 有 再來 還要喔 這樣不是外面已經是這樣子上桌了 沒有啦 你捲了好多層 要夠啦 再來 好 所以用這個機器做蛋捲喔 基本上成功率就大大的提升了 一定要用機器來幫你啊 不然我就說外面那個 不是啦 一個鍋具啦 鍋子不是機器啦 就是用鍋子 你有一個 其實我跟你講喔 我們在做什麼蛋啊 像我們之前做那個歐姆蛋有沒有 你就是要有個好鍋 做的才好 那個歐姆要用什麼東西的鍋 就平底的不是嗎 平底的 就平底鍋嘛 對 那個就是 就是要靠一個鍋子來完成對不對 對 好來 最後一個了 這玉子燒也是 好漂亮喔 所以你要是覺得說你平常沒有這個 然後你沒有這個當然做不了這麼漂亮 沒辦法做成功 對 所以你就去我們的網站上競標 有了這個鍋具 你就可以做這麼漂亮 好看著 唉唷 一二 你就毀在最後一個就完了 一二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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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要亂叫 來好 最後好的時候呢 記住喔 看清楚囉 把你腳散發住聲音 你會緊張耶 它那個最後功敗垂成功虧一貴 最後要定型 定型 形狀不好你要給它定型 就像那個髮膠要上定型液 把它固定住 那個樣子很重要 賣相要好 對 好 然後你要讓它 我的右腿這樣 再翻喔 不是 這樣子喔 四面你都要定 喔 我知道 四面八方 它那個上下左右 因為像方方正正一塊像小筋條嘛 所以側邊也要讓它烘一下 對不對 對 比較漂亮 是啊 漂亮耶 外面要讓它定型一下 這樣煎起來才會漂亮 然後又微微的焦 每一面 我們都要把它這樣子弄 讓它才會漂亮 是 面面俱到 對 好 這樣看就知道為什麼日本料理的那個玉子燒 要比較貴的 那是還蠻多工夫的 這是很費工的東西 然後最後 最後 你還是要這個讓它稍微塑形一下 可是它已經是完整的啦 你還是要讓它塑形 而且你要讓它扎實一點 通常我們都會把它 用這個捆好之後 放在冰箱放涼 來喔 像這樣子我們就把它疊好 疊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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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還是放冰箱 放涼 放涼就可以了 來 給我一點紙 我擦一下桌子 好 好 這邊你幫我 方便幫我收走嗎 當然 就已經 張 張君兄弟 好 來 乾乾淨淨淨 清清爽爽 來 這個是我們煎好的 像這樣子 疊起來 放冰箱 冰箱放冷藏 對 冷藏 或是你說不急著用的話 你待會再 就把它放到涼 放到涼就可以了 涼就可以 但是因為我們 常溫放涼也可以 我們要急著要切 所以我們就給它放冰箱 降溫一下 稍微降溫一下 比較好切 對 比較漂亮 來然後 這個涼涼吃OK啦 找一個 好啦 紙再給我一下 熟食 好 切的時候我們不要切太 不要切太 薄啊 太薄齁 小力小切而且沒那個質感 對 這個做到這麼厚這麼漂亮 就是那個南在一層又一層這樣包 你切薄薄又沒意思了 對 這個很像蛋糕耶 它鹹會鹹夠齁 就是 那口感也很軟滑 對啦 最後通常這片的結局是這樣子嗎 我跟你講 只要是師傅在的時候 這一片一定都是師傅的 看起來很漂亮 還有一條耶 為什麼我們要切好最後一塊 通常師傅會試一下 為什麼 試一下味道 確定它有沒有問題 喔 把心理給我 真的嗎 真的啊 我們在餐廳也是這個樣子啊 好 喔好香喔 好吃齁 不錯 就這樣完成了齁 我們今天的明太子厚蛋燒 有這個日式和風味道料理的齁 這個是完整的齁 對 這邊放給大家看 這個呢你稍微放涼 或者放到冰箱冷藏一下 冷藏一下 冷藏OK啦 因為什麼 這種東西吃涼涼的反而好吃 熱熱的真的不好吃 涼涼的會比較好吃 沾一個這個煎魚柴魚醬油也不錯 不用了 因為我們蛋裡面味道很足 剛才有放了柴魚汁 是 有放了味醂 有放了酒 有放了鹽 這樣子這個蛋的味道已經很棒 待會你吃就知道了 所以我如果要沾了 你就阻止我就對了 真的不需要 真的不需要 好 你待會吃就知道了 尤其這個明太子又風味又好 他又有鹹味 你看看 所以這本身味道就已經很足了 對 真的耶 日式的齁 和風式的齁 他們都吃比較淡的 比較清爽的一個菜色齁 這樣應該就可以了 調味都在裡面了齁 我們完成了我們的明太子 明太子厚蛋燒 再把我們的關鍵重複一次給您 好 這個成品我們煎好之後 要冰涼再來切才不容易散 好 要冰了以後齁 再來切才不會散 對 好這樣就可以了齁 你選一個好鍋子 你煎的話也會比較好煎 其實我們有那個 我們 你說Ybit上面有那個鍋子 那個鍋子就不錯 那個Ybit 如果說你只看我們楊桃的那個 現在我們有擴大營業了齁 除了我們楊桃的YTV 還有一個叫做Ybit Ybit 這個Ybit的話就是競標網站 這個在我們下一段 料理成功的撇步做完之後的十分鐘 轉到那邊去看 你就可以去看看 有哪些東西在競標啦齁 很多不一樣的商品 今天我們介紹兩樣 現在可以給大家再多介紹一樣好不好 來自於哥林的電磁爐齁 市價1280塊錢齁 當然我跟大家講 為什麼競標網要叫大家去看 都幾乎是不用市價的價格 我們是從市價的十分之一 譬如說1280 就從128塊左右開始競標 對 像這個玉子燒的一個鍋子啊 剛剛說了齁 690塊錢 所以我們可能是69塊 或70塊開始競標 好 那這個哥林的一個電磁爐呢 它是一個黑晶體的一個玻璃鏡面的電磁爐 而且它有九段式的火力 定溫調節 並且它上面的螢幕呢 有99分鐘的一個定時 讓你自己來做操作 超大的功率喔 這個超大功率是500瓦到1300瓦呢 所以這個大小的功率喔 你自己來調整 來適合您的需求 同時這個鍋具自動的檢測功能喔 如果鍋具太小 或是是感溫感不足 它還會怎麼樣 它還會自動斷電 現在斷電和安全考量的這些小家電 真的非常重要 越來越多 對 因為什麼 有時候因為沒有斷電啊 或怎麼樣 然後危險發生了 對 所以說你要吃得方便 要使用方便的時候呢 也要注意到安全最重要 是 安全最重要 除了這個之外呢 它還有三重的一個安全保護裝置 包括高低壓 過壓 過流 也就是電壓鈕過高啊 或者電流過高啊 它就會自動斷電 它有三重的這個自動的一個保護功能喔 所以也有一個像定溫功能啦 因為它煮水的時候有時候水 不是會越煮越滾越煮越高嗎 對 它有一個定溫功能 讓它恆溫 所以你煮任何食材都OK的 還再加上呢 它那個關了以後的風扇啊 它不是要散熱嗎 風扇也會延遲一分鐘以後才停止 真正做到的一個 使用起來安全又放心 來自於哥林的黑晶體的一個電磁爐 黑晶的面板而且美觀又大方 哥林牌我想國內的朋友們 大家都知道 對 老孩子 那這個的話 請大家也可以上網去 看一下我們今天介紹的第三樣好商品 除了這個之外呢 我們也有好活動 而且這個活動呢 已經是今天最後一天了 是嗎 時間歸高 今天幾號 今天幾號 今天不是15、6號 今天17啦 今天17啦 是啊 時間關了很快 哇 時間關了很快 你看著耶誕節就要來囉 對 所以了 觀眾朋友們 我們這個活動已經辦了將近一個月了 到今天12月17號的下午5點鐘為止 請大家去購買我們的PPV 也就是我們的一個 付費影音教學影片 好多好豐富 我們的PPV一直在持續的在增加 而且我們不斷的upgrade 有更新的更好的新的節目 對 持續增加 增加的影片 新的影片 對 老師都會不斷的示範 所以常常都是推陳初心的 那我們辦這個活動的時候呢 有時候都是有新的影片啦 或者因為節慶啊 特殊的日子或原因才會有折扣 我們這次的折扣遊戲規則呢 是單筆的訂單 滿2000可以折比600塊 記得喔 要同一張訂單喔 那這可不可以累加呢 可以喔 等於7折 對 等於7折 7折喔 等於7折喔 你看2000塊折600塊 滿2000就打7折 就是折600塊 現在中年輕外面百貨公司 不是都在說滿千送百 滿千送百嗎 9折 了不起他也是1000送100啊 對不對 而且近幾年又變得比較少 好像有時候是喔 滿2000送100 滿5000送300 那真的喔 對 就比較少對不對 我們不但是滿千送百 而且是滿2000折底600塊 老師剛剛算了 就等於是市價的7折左右 7折 那所以我3000的話 一樣折600 這個東西要 一定要沒滿2000就折600 2000是一個累加的一個門檻 對 到了2000才折600 也就是說到了4000塊 折1200 折1200 對 那到了6000塊 折1800 所以譬如說6180 你買的金額是6180塊 你可以折底 三次的600塊 所以是1800塊錢 好 這是我們給大家提供的一個活動 到今天下午5點鐘為止 這個活動持續了好一陣子 很多觀眾朋友們 我知道如果創業啦 或自己想要更專業 更Pro級的 怎麼樣做的話 可以看我們的PPV的一個教學影片 買回來放著 因為你可以永遠看 同一台電腦可以不限次數的播放 是 同一個CPU繼續看 然後也不用一直找 對不對 不用一直找啊 就買回來放著就好了 然後要看的時候再把它叫出來 再把它叫出來 大廚就在你家裡 三斤半夜要叫他出來也可以 只要同一個電腦 同一個CPU 你再繼續下載再看 之後只要付第一次付費 之後都不用再付費了 是 都不用再付錢了 付一次費用就可以了 觀眾朋友們不妨趁這個油打折的時候 多買幾片 多選幾個影片 然後把它撐起來 以後再慢慢看 好 這是我們給您推薦的好活動 到今天下午5點鐘為止 那接下來呢 要教大家做的是 料理成功的撇步 今天料理成功的撇步 要教什麼 如何煮酒釀湯圓 我們聽到有做到酒釀魚 對 那這個酒釀湯圓 更是很多人喜歡的一個甜品 是 秋冬這個熱熱的甜品 但是怎麼樣做這個酒釀湯圓 為什麼要特別吃 因為很多人煮酒釀湯圓 他不知道酒釀應該怎麼煮 湯圓應該怎麼煮 不然會破掉這樣 破掉啦 或者是你煮的時候 然後你這個沒有煮熟啦 冷凍的沒有煮熟啦 怎麼樣熟啦 這個東西酒釀煮出來 怎麼樣好吃 酒釀很重要 好 所以今天料理成功的撇步 要教您如何煮酒釀湯圓 鎖定我們樣套TV 待會再回來